克力省肥巧克力出口全球46国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山东张秋的这个暴芹的这个种植基地 叔叔您这是种了多少亩地啊 这个芹菜 种今年种了一个三个亩地 咱们这个芹菜的话 我看这个长势就非常好 很齐 咱们今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巧克力的 种植肥 底肥的时候 底肥的话这一亩地这是用了多少 一亩地呢 四十公斤 咱们今年是第几年用巧克力了 第六年 第二年 去年用过一年了 去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的 去年从秋后到今年春天 去年的这个时候 冲湿的时候用的 冲湿的话咱们是按什么量来用的 三十公斤左右 那个通过这个就是去年一年的用这个巧克力 咱们感觉在形态上 这个巧克力效果表现在哪些方面 首先这个这个这个病是比别的 抗病能力强 有时候好的抗病能力强 这个这个颜色的话也比较 装成型的比较乱 对 这就开始冲开了吧 一般就试探重新锁 行 这个连续冲的话 一个是呢 对咱们这个土壤的调理非常好 促进生根 再一个呢 它就是比较嫩 长出来这个芹菜还压成 对咱们巧克力呢 它不是说单纯的这种蛋林甲的肥料 里面呢 这个包含了 你看这个中微量元素啊 我们添加的这个氨基酸啊 矿原黄斧酸啊 尤其是对棚里的 接下来温度就低了 它这个提升地温啊 氧根促吸收啊 这块效果是非常好的 它这个是集合了一个全营养 不光是这个抗病啊 还是登产啊 这块效果是非常好的 中国的巧克力 世界的Cocoly